這次你應該也都不敢交男朋友吧 不敢 因為你如果你交XX就是被XX弄了 啊真的假的 歡迎收看在不然就認識 我們這一集是要拍突襲系列2.0 這是我朋友因為 什麼 他想說我在拍影片 然後他說他想要參與 所以就讓他參與 為什麼想不看 那我先拍我自己 各位那個他是比較 從以前就是比較會讀書那一種 但是不能說他怪你怪 他人蠻好的 反正你先讓我 你先 嗨 然後你叫 叫店姐 那我們現在突襲2.0 不是突襲女生的房間 是突襲這些女神到底在外面忙什麼 因為我們都覺得女神好像很忙很多通告 那我們今天要突襲的是 我今天要突襲的是 子函 那今天我們那個子函啊 他說他這個時間點是在高五庫練習場 他幾歲 他20出頭而已 年紀很小 那為什麼拍蛋糕呢 他的schedule 他要送花旗 這是一個迷思 大家都覺得高五福球是有錢的運動 他在練習場其實很簡單 沒有那麼貴 對 那個要打那個場地的那個就比較貴 好好 我覺得你就你就跟在我旁邊就好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要包含一下 店姐我朋友 我就跟他一起拍影片 不知道被造成大家的反感 他就跟在我旁邊就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的高五福球練習場 哇 你好酷 嗨子函 OK 我今天跟子函約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會約在這裡啊 因為我要來這邊 第一次的家庭 嗨 嗨 變一副說 那個是我朋友 然後他有點 好奇每一件事 所以你不要想 所以他如果有對你不禮貌的地方 你跟我講 我就把他推下球場 那我也可以推 沒有啦 掰掰 就是今天這個突襲 我有點不太想來 因為聽到高五福球 我就完全沒興趣 嗨 腳很扁堂 不是 因為我怕被人家打到嗎 會喔 站在這裡也會被打到 不能在這裡 不是就只有這樣嗎 我看一下你的路徑好不好 你猜這個不可以 哇 很危險 再一次的不路徑 欸 要怎樣才算打得好啊 有時候會空灰 那你打一顆好的給我 來打一顆喔 妳要去捷一顆嗎 對啊 這有很難嗎 你來鬼鬼看 可以嗎 我覺得很簡單啊 不是因為一甩 啪 被人家吹 對啊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什麼腰要直嗎 大概一幾年半而已 因為他有一個角度 對 是怎麼會干你什麼事 好 那我打看看喔 來喔 不行喔 來 來 來 等一下 嗯 蛤 欸 妳知道這個不行耶 哈哈 再一次再一次 我們每天閃到牙 剛剛那些都剪掉了 還不要了 我覺得你先忙你自己 因為我剛剛揮了好幾關 我覺得好累喔 九年老了 你就先忙你的 我先溝通一下 我們 要有涵養一點 不要一直想要入鏡 讓我們的女神會嚇到 嗨 我問你喔 她是你喜歡的類型 長得很壯 但你知道她已經 三十六歲了 沒有開玩笑 好笑嗎 蛤 所以 你們有打高爾夫球的經驗嗎 我有 那個大概 洞在前面而已啊 他就這樣打了 你在幹嘛 練高爾夫球 子涵 我們這裡有一個說 他有打過 對 我們的攝影師 哦 來 你打看看 他也是背著包包打喔 他在旁邊一直講說 他很厲害 我沒有說 哦 他打出去了耶 你再打一次 不然那是運氣 好 她真的會打 為什麼喜歡想要練高爾夫 小三十六 我看你很忙耶 就是還有什麼鋼管啊 小的可以說花瓶 哦 所以你是不是 為了想要禁修自己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花瓶嗎 對啊 各位會覺得我像花瓶嗎 你不是花瓶 你連花瓶都不 我是盆栽子 我是盆栽子嗎 沒有 所以 沒有沒有沒有 對啊 那你搶一下 所以很多人說過 你是花瓶嗎 嗯 因為有時候 像節目都不講話 欸 子涵 你的擇偶條件是什麼 是我對不對 那是什麼 沒有 沒事 沒事 我覺得要 孝順 善良 要有錢嗎 其實有沒有有錢的無所 有錢又不一定對你好 那也沒有用 那你有 你有遇過渣男嗎 哦 你有遇過渣男喔 愛不到你 就毀了你的那一個 我總是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的生日要辦這麼久 辦個七天就像頭七一樣 因為我常常在線動看到 就是 你12月1號生日 但是看到7號還在辦 就是 我找到錢嗎 所以你們 像女生 你們都是姐妹一起喔 你現在幾歲 女生 然後你哪時候開始 接觸到就是 生日要辦還是多久 大概是89歲 我知道你傷心難過的時候 我都不敢打擾你 還好我身邊的姐妹 都是很平穩的 那時候我大概出國 一個月吧 讓我 不要去想太多 但是我覺得很可怕耶 媒體都會 火上加油 對 媒體就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到了 你不會讓人家翹得起 所以你開始去嘗試任何的運動啊 或者是 海藝都是因為 就是想要 兼顧以前的自己 是啊 看你IG那陣子在拍什麼 高爾夫球啊 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是三分鐘熱度吧 一年多下來你都這樣子 覺得 智亮面 其實我對子涵有一點點抱歉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突擊了他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他很有錢這樣 那這個東西我一直都沒有 請你說明 就是你的內心 對於這件事是什麼感覺 其實那時候也不太懂 那那時候我是覺得 就你只是說 只是參觀我家 那我想說也沒有什麼 但是因為那個 你家真的是太厲害了 專屬給包包住的房間 就是我覺得 每個女生的夢想吧 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只是沒有擺出來 但是車子這個東西 就真的是 或者是我 因為我是真的沒有愛 18歲出來 我想學摔娃 可能觀眾就覺得說 你買的車太高調 會 因為我 很多東西就是媒體在亂報 然後就造成大家對你的誤解 但是你知道 爭不過媒體 所以你想說精進自己 我想在裡面 這次你應該也都不敢教男朋友 不敢 因為你如果 就是被弄的 真的假的 你說 你之前的事件是被你弄的 對啊 這可以解進去嗎 對啊 那我們錄到這裡就好啦 我們這句話就夠了 他就是 那我聽到 聽到人家說他買 賣我版面 這誰是今天的重點嗎 你真的只有國中畢業嗎 因為 媒體說你高中是謊報 這個我真的是滿生氣 時候我是讀 玉達高中 然後我去上節目 也都說我是讀玉達 剛好我一個朋友在下面 他說什麼 高學歷 然後我只是在下面留言 開玩笑的 我只是以前的留言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拿出來 被炒作的意思 對被炒作 我只是回覆給我朋友說 美衣女高學歷 網友們他們也真的是 比較多聽從媒體 等一下 我在那邊比較好看 我覺得很多觀眾 對你的印象都是很有趣 因為畢竟你全身都是行頭 或者是以前的形象 事件過後 你感覺沒有在做什麼工作 那你現在收入是什麼 其實我有投資 最近在籌備跟美容店 美容店 美甲 我以為是XXXX 因為這個也是觀眾的一些迷思 因為很多錢都是要靠投資才能去賺 然後更多錢回來 這些錢是你的分身 就等於有兩個你在幫忙賺錢 那我會想再問一個八卦 這個東西是 你到底有沒有整型啊 你只看起來 摸摸看 那你自己推 大力一點 所以做彼此是真的怕推嗎 會怕就是頂到 這都是冷 就是都沒有 如果喜歡紫涵的話 可以追蹤他的IG 因為我相信還是很多人沒有追蹤他IG 他IG快要破100萬了 先答應觀眾一件事 如果你破100萬的話怎麼辦 上片後一個禮拜破100萬 我再去突襲你一下 不要 我才不要咧